联准会无预警降习司马川普大赞棒极了 财经频道综合报道美国联准会FED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冲击 美国时间周日15日无预警宣布调降基准利率四马来到0%至0.25%的目标区间 同时也是联准会不到两周内的第二次降息 外媒报道美国总统川普随后赞扬联准会降息是好消息 棒极了称此举让我非常高兴 路透报道在联准会警席降息之后 川普15日在白宫新闻记者会上称赞这真是个好消息 这对美国来说是件好事 在武汉肺炎疫情迅速升温之际 此前川普曾多次公开敦促联准会降息来提振经济 另外受疫情升温影响 近日美国出现超市抢购潮 美国多储超市货架上的生活用品被抢购一空 川普呼吁美国民众应少买一点 并强调超市致力于在疫情危机期间保持盈利